首先来关注的是正在访美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正式的会面 奥巴马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 而习近平则将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函转交给奥巴马 同时也表示此行是要落实两国元首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上所达成的故事 中所瞩目的中美领导层会面终于登场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进行了85分钟的会谈 在会谈开始时奥巴马先向习近平表达了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 刘奥巴马也指出 友好的中美关系对美国是极为重要 而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中国所要承担的责任也应该增加 美国希望中国能够遵守世界经济的规则 确保中美以及全球贸易流量平衡 而习近平也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问候 同时将胡锦涛的信函转交给奥巴马 胡锦涛在信中重申 希望与奥巴马共同努力 发展友好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 我辞访的主要目的 还是要落实两国元首的达成重要共识 沿着两国元首啊 建立的啊 就是建立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 这个正确的方向 做一些推动工作 这个也是 而在会上 两人也谈及了汇率问题 奥巴马再度向中国喊话 指人民币仍然被低估 认为需要更多的进展 就在结束时 习近平也邀请奥巴马 与第一夫人米歇尔访问中国 但白宫发言人事后的记者会上 并没有交代奥巴马的访华时间 只是说 今年内不会成行 习近平在会见奥巴马时 向奥巴马表示 双方排除各种干扰 做朋友 做伙伴 是中美双方唯一的正确的选项 而这也显示出 中美双方友谊长久发展的重要性 奥云卫视记者 郭文章 梁伟雄 在美国华盛顿的报道